打开跑步机想要运动健身 还能连接上手机的APP 模拟室外场景高科技的健身器材 却让民众忧心个资会不会遭到窃取 打开盖子一看面板上有两个模组 一个是蓝牙APP 一个是无线音响 都可以连接到手机 但民众查不到有任何NCC的检验认证 根据法规这类射频晶片器材 都必须经过NCC的审验 外观也得贴上NCCID 但跑步机上却没有看见 立伟林郡县收到检举 也在立院咨询NCC有没有在查 违法就违法 不管是谁检举都在查 那你为什么不办呢 应该有吧 没有送检我们当然要送检 如果没有送检 本来依法该裁处就要裁处 所以这个东西来讲是依法处理 根据了解NCC10月4号 却还要求厂商补审验 10月7号厂商就拿到了认证标章 因为是补件比一般 送实验室花费一个月来得快很多 让立委要求追查 是否有人谋不脏的情形 就说这种像有的东西 比如说从中国这边 这个很多东西你可能查不完 对啊 真的查不完 但是已经有明确检举了 你也不查 我们一定要查 这间被指控的外商公司 是颇具规模的健身器材商 全台都有贵位 求证厂商遭投诉的内容 对方表示必须正式去函 公司才能给予回忆 现在是不是用中国晶片 有没有先送审 在立委咨询后 NCC也要进一步再追查 三训委员张哲宇股仙 高中报道